好而已 世界中 心都還不好啦 來 我先請各位一個問題 你這 這邊啦 是來補藝圓的請你走手 如果要走手 走走走走啦 這樣比較有看的 這邊補藝圓的請你走走走 好 手放來 這邊是來補藝圓請你走手 好 謝謝 我希望 都來補內閣啦 因為我們現在欠內閣啦 沒有欠那個議員啦 你 大家都很奇怪 大家都想說齁 做議員比較輕鬆 就覺得走手就好 要走就可以 不對啦 一個新興的政府 一個新的政府 一個新的國家 實際上是需要 內閣的成員來 大家 一體同心合作 這樣讓這個老百姓過好一季 讓那個 這個地方 讓台灣的這個地方的經濟 變得更好 那都祖書啦 我就搶得更輕鬆的 我就來抓手就好啊 一國的薪水還沒救 各位 這樣你來這裡就沒有意義了 對不對 你如果今天要再改 那還會浮的 當然你內閣跟議員兩個都有 是可以 因為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內閣跟議員兩個都有 如果我是在想說 我如果比較老 再過十年以後 我再來做議員 因為比較老以後 活動力就降低嘛 那時候再來抓手就好 你不是我剛才看都年輕啊 年輕啊 還要做議員啊 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說 比較好呢 所以如果有時間喔 你如果說單一選擇的 拜託不要做議員啦 因為今天明天 後來這三天的內地 你要去修改還來得及啦 但是 我們現在的電腦 是跟美國直接連線 你只要 訂了 你就不能修改了 就是超過三天以後 你說啊不遵守 我頂會講的都不遵守 要再關還不行 所以呢 有的人很奇怪 都不知道關他們 我會讓我們大家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這樣就急 叫各位說 快一點 要過五關 因為美國一直在檢查 我們的過五關 美國的司法部 今年的九月 就後禮拜 啊 再兩禮拜而已 要來台灣 這人 這人 在美國是 表面上是退休 實際上是還在美國的 很高層的單位在做事 特別是在白宮裡面 的一種智庫裡面 因為我對談了 我就知道 哇 層級這麼高 沒有來過台灣 中華民國要請也不可能 所以才這次來 我盡量來安排 我希望他在9月15號的下午 能夠跟我們的幹部 來交談 9月16號跟我們的青年軍 交談 17號 那我希望大家來參加他的演講會 現場 沒有範例 因為我們要節省他的時間 我不要說 給他說英文 還要說漢文 漢文 漢文時間 漢文一半 讓他直接從頭到尾 講英文 我們全部錄影下來 然後我們所有的動心 一個人 噴一片 那個DVD給你 然後會聽 打這個中文的字幕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 我跟你說 我們可以請到美國的司法部 最高檢查總署的錢 一東西不是現任喔 前 副檢查總長 這種人的職位是非常的高 這種人啊 他沒說 很自傲 他是白人 白種人啊 是英國系統的白種人 這種的齁 在美國啊 他沒說他們自己成為一個社會 你如果不去美國你就知道 他們這種的白種人啊 自成為美國的最高層的一群人 他肯來這裡 坦白講 是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那個福氣 同時也是因為 我們上一次的提告 讓他們非常震驚 他認為說 你黃種人 怎麼有辦法研究這麼清楚 就是黃種人可以研究的 比你白種人 不會比你差 甚至於比你更好 所以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他們福氣 要來看看 所以 9月 這兩場的演講 和後面那三場的演講 非常重要 9月17號 我們在世貿 我們在世貿 這兩場的演講 大部分可能都是北部的 動心和動志 這一次 我們是要安排 大家都要坐一輪車 車子直接開到門口 一個一個下去 我們不喜歡讓外面的人來參加 因為外面有很多人想要來聽 我是覺得說不用放聽 我們自己人來聽就好了 所以 我知道 有的人說我可以聽不懂 要怎樣 沒關係 大家要照你就照 大家拍手你就拍手 他的slide 有那個powerpoint 看度也知道對不對 但是記得 秩序非常要緊 你不能交頭接耳 那是甚麼 別問 時到每一個人 我都會一台DVD給你 裡面有中文的翻譯 我說這台 我們如果來英國之後 這些鴨皮 還有一個中國政策 放下去 太糟了 台灣所有的派別 失了都了 你就會發現 你來台灣民政策 受訓 是值得的 你對不對 對 我今天要先跟我們各位說 三天以後 你不要想說你來這裡坐 那時間分到了 你就要比了 我們有三場考試 明天下午 明天中午第一場考試 我們會考議事規則 然後呢 明天的 晚上 明天下午 我們還有一場考試 那是考國家的預算 後天我們會考什麼 還有一場就是 會計統計的那個 那個 會計這樣怎麼做 所以你們能想說 我就在這裡坐 坐三天喔 我就畢業證書 沒有那麼簡單的我先跟你說 標準的分數幾分 要有七十分 你覺得你七十分 可以達到的請你舉手 那你沒被舉手 你就好回來了 你有想要急急嗎 有想要急急可以舉手 剛剛都沒有人要舉手 所以我先說考試規則第一點 你上課的時候 全部按照規矩 穿著西裝 打著領帶 很認真的做筆記 這樣加十分 這樣知道嗎 那十分了對不對 第二點 你每天早上起來 門被要折好 班長要去照拍照 班長不是黑白跟你說的 說你記料不好賣 給你去拍照 拿照片給你看 你的麵皮很爛 你都折得很好 按照原來的折的方式 這樣還加十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幾分啊 這樣幾分啊 還要十分嗎 還要十分喔 還要十分喔 好 上課不要打瞌睡 不要被我們的班長拍到 事實上最好 不要黑白坐 坐好 因為我們來上課的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外賓 有很多外賓 明天的 九點半 我們請的是 國民黨 深藍的 叫做羅蘇蕾 我先跟你們說喔 你不要讓人吐槽喔 我們經費請他們 英國 竟然有人吐槽 你們在外賓 是怎麼做做到 我跟你們說 國貴換誰做 換我們財座 你們做呢 你們做的時候 你也要讓人吐槽 我跟你們說 不要這樣子啦 同理心啊 人也很打拼 更何況 中華民國要離開台灣了 我們馬上接掌政權 所以你的心要擴大 要容納 所以明天你聽講 完全按照規矩 坐好坐嘻嘻嘻聽聽 該拍手拍手 該鼓掌該鼓掌 認真聽口 我們要將他的嘗試 他的知識 把它吸收來 變成我們的 這樣不是聰明的 這樣不會變成傻 這樣對不對 所以 稍等一稍等 所以明天羅蘇蕾在上口 大家要怎樣 認真地聽 要做筆記 不管你計算是怎樣 無關的 你要做筆記啦 做筆記你有十分鐘 要不要做筆記 是不是 對 做筆記 然後明天下午的第一堂課 是台聯賴政昌委員 他要跟我們國家預算 他不說這都是很精華的啦 因此呢 要跟我們大家說 你在這裡上課這三天 不要馬馬虎虎 要把它當作一回事 同時在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國語 我就要給你自己搶 我沒有用電腦給你搶 過去人家說電腦已經搶頭 電腦給你搶摺 我沒有給你自己搶 以免當你的職業挑好了以後 你貪污 你往電腦給我搶 你現在自己搶 所以在第三天下午 你如果說經紀元的 你就去登記 你要做中央的議員 還是州的議員 或是郡的議員 我說知道 中央的議員已經都不完 州的議員還沒有滿 但是要拜堆 很簡單的就是郡的議員 馬上就有 至於內閣 中央的內閣 你也可以挑 可是一個中央的內閣 的閣員 不能超過12位 你那個名堂 我們會弄一個名單在這裡 讓你看 要不然我要求我們的 工作人員 發給你自己去挑 一個人只有能夠挑一個職業 要求議員 還是要求內閣 閣員 我們就按報這個來發表 你如果做閣員的 好比說 民政廳 我們會用中央 地方 和郡 會有關民政的這些人都集合 在每一個州的辦公室給你上課 那叫做專業上課 同時我們現在開始 每一州 都有分成五個group 五個line group 什麼line group 不要用line的請你走 line 你知道嗎 不要用line的走 不會 不要緊啦 走啦 我才知道你有請我幾個 讓他手放來 令 我給你嚴格規定 從現在開始你回去以後 每一個禮拜天的下午7點到9點 各州免費教你怎麼樣用line 一定要學 沒有理由說你不要學 因為 當你分配到這個植物以後 我們用line 集合 而且用line來點名 你後來不要說 好 我很不容易 好 我住在那裡 很方便 跟班室有夠方便 沒關係 line裡面去請教 line的筆記本請教就好了 你都不用來 但如果你如果 你不在我上面沒有請教 連續兩次不請教 我不能把你的資格取消 我能夠把你的名單 挪到最後 從後面開始排擠 要有清楚嗎 這五大的group就是 第一個 議員的group 參議員 眾議員 或者郡議員 不管你是中央的 或是州的 通通要到州裡面去報當 要去州里面开会 一个礼拜只有一次 有很多的州是礼拜一 议员的报道 你如果没时间没关系 你要请假 某某某名字打上去 后面瓜葫请假 头发痛啊 什么痛都没关系 你有请假就好了 听不懂 没有很严苛嘛对不对 你可以一直请假一直请假 但是你不要请假 人家在集合的时候 你还在请假 你就永远请假 你可以请假 可以不到没有关系 我再说一次 我没严格叫你 但这个LINE要做什么 这个LINE就是要给你 机会教育 职业教育 用LINE来教育你 你从LINE里面 因为LINE里面 我不准你们在那边聊天 你用LINE 我们会有时候 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三 中央会把题目丢给你 你这个议员的group 就在里面讨论 第二个group就是内阁的LINE group 这个内阁的LINE group 可能会很大 有什么 高兴支付400几个 不可能 所以就用400几个 我们要把它贴成两个部分 200的200的 以前 生力支付180的 现在马上会贴成200的 在可能的范围里面 不要超过200 所以每200个 200个只有一个group 大家都用LINE 做那个沟通的工具 用这个LINE的group 我有规定 所有的囚囚 富囚囚 滚囚 不可以加入group 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 这些group 这些族群的人 自由的发挥 我从里面 我可以看得到 哪一些是人才 哪一些不是人才 哪一些人有在打拼 所以你说你就打拼 那都没效 我会看 同时我们现在中央里面 我们的网络 六个州的网络 通通是现场实况转播 跑都跑不掉 清清楚楚 坦白讲这也不只是我要看 美国也要看 美国现在很尊很关注 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是唯一亚洲地区 被美国很重视的一个团队 因为他说这个团队都有经过训练 而且这个团队很整齐 这个团队很自爱 他没说我听得很爽 因为我们有这样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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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候会怀疑 这第二个line的group 就是内阁 第三个line的group 就是执政团队 就是州长 副州长和郡守 只有三个 这三种人可以加入那个line 就是执政团队 中央有什么事直接会通知这三个 这两个执政团队 第四个团队就是黑熊军团 黑熊军团也是一样 我们会从里面 中央会挑选 哪一个是团长 由中央来指定 坦白讲有时候州长指定我都认为不算 因为我们没有选举 我们看表现 哪一个表现的好 我们就指定 你当团长 所以一个团里面 可能有三个团长 如果团比较大的 有四个或五个团长 团长是要做什么 负责要找人 我会把你们经过五官的名单 来传给你 你要主动去教他 如果他不会line的 请他到办公室 每一个礼拜天的七点到九点 那便宜的 那你别说便宜 要跟你教你就没来 不可以 因为你如果没来 你不在两周三周 黑熊都会选 你会被那个line的族群里面 把你给剃除 同时每一个礼拜六 四十岁以下的人 可以参加青年团 四十岁以下的请你牵手 手放下还不少 四十岁当然 不好意思就是说 四十一一岁要怎样 就整天四十岁 我跟你说 我们说四十岁 国民党也有四十岁你有看吗 他们的那个做什么 什么做什么 救国团啊 现在竟然他就整天四十岁 以上的人不会去担 因为我们去四十岁 他知道我们很多事情 我跟你说台湾民族有很多事情 都是人把人学习的对象 四十岁以下的人 我正式宣告你们 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第二代接班人 我看那四十岁以上有的没打破了 心比较大了 对不对 心胸大一点 提拔后进是我们的责任 对不对 所以 这五大的group 希望在一两周之内 能够建立完成 所以等一下到第三天 礼拜天的下午 我让各位自己选择 你要担任的职务 我们马上进到电脑里面 所以你可以担心 那个中央办公室里面 中央还有周跟郡的那个职务啊 那个表格把它印出来 每一个人发一份给大家 让你自己去担 一个人可以担一项 在明天里面哦 你现在通知办公室 那个台湾去通知办公室 把它印出来 发给大家 你们可以参考 然后呢 在我们明天下课之前 自己登记完成 自己担的自己负责 但是一个月里面 你有资格反悔 可以再重新担一次 这样好不好 所以你待会想好 我待会要上课 有笔记本的请你举手 我说不清楚 没有笔记本的请你举手 你没那本是什么 你没笔哦 叫起来啊 那个 没有笔记本 我先跟你说哦 没有笔记本 等一下班长先把它记下来 那个时分就不给他了 我现在想要跟人家说 如何当一位领导人 我要给各位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民政府 要把它分成五大的族群 听我听我听我 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 我都很重视 每一个人后面 都是两千三百万人的领导 都是要带领台湾人 两千三百人的领导 就这样 所以这五大的族群 你们要发挥 但是我有发言国主 勾心斗家一大堆 不要都倒来倒去 我很土耳人都要倒来倒去 那个某某人是一个间谍 某某人是个匪谍 这种话我都不听了 我敢跟各位说一句话 在台湾民政府里面 如果还有间谍还有匪谍 以后执政绝对不要宽戴 这个不宽戴意思是什么意思 不原谅 而且严重的话 我们会用死刑对付 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你叛变 你要叛变 两者离开 我知道我们的现主是 中华民国的召召 有派人来收吻 郭安英教有派人来收吻 什么人来收吻我都没关系 共产党派人来收吻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走的是法理之路 因为我们走的是法理之路 绝对没在怕 人来给你破坏 你如果能破坏 最多是实施法而已 破坏不了我们 因为 9月17号到20号 美国司法部的前 副检查总长 副检查总长 来 各位演讲医疗 你就会发现 台湾民政府有多稳 有多强 这个打破才对 这不是我们自己去夸奖 而且我们所建立的这一套 你不要用过去国民党那套 没有用 不要用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台湾民政府的一套 所以中央怎么讲 你没有第二句话就是福统 地方不可以用选举的 我经常说 现在国主典的要再去选举 不然我们现在来标拐 什么叫标拐 记住我讲的一句话 如果在台湾民政府里面一表决 绝对会分裂 不管什么人贏 标拐绝对分裂 现在分裂 纯不大二分之一 标拐又不大二分之一 那些社会都乱了 所以他记住所有人 如果在参加我们什么会议时 如果刚才还要表决 你要站起来反对 秘书人有说过 台湾民政府不可以用表决 这样对不对 但是时间够了 你如果没有站起来 就是你受的教育不够 要用什么方案 协商 先修费 停止 大家先来协商 协商到最后一定会有结论 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 不准出去 不准离开 不准吃饭 这样协商怎么会不过 所以他记住 民政府对着事情 不准表决 一律用协商 协商没有过 那一天就不要离开 晚上不管到几点 到第二天早上也是一样 一直要协商到问题解决以后 要记住 这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永远不会分裂的本钱 我要来说 做一个领导者 如何当一个领导人 要说领导人 我要说两个伟大的人物 说的两句话 第一个就是 欧巴马总统说的 他说如果要进步 第一个要件就是Change 改变 就是欧巴马他用Change 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单字 他赢了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的黑人 当了美国的总统Change 改变 今天在台湾民政府里面 也是一样 所有人要领导台湾人前进 我们要改变 要改变现状 要改变现在 让他变得更好 为百姓设想 为百姓服务 这是我们的宗旨 第二位也是美国总统 他叫做甘乃迪 甘乃迪 甘乃迪总统 所以我们执政的时候 我们台湾民政府就会认为 以你为荣 因为每一个人发挥你的长处 来替台湾百姓做事 这个时候 我们会觉得 每一个人 都是台湾民政的荣耀 台湾民政的光荣 所以 我们要做一个领导者 有十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 就是 要有坚强的信心 什么叫坚强的信心 你今天认为 法理是对的 我们就要努力做下去 坚持做下去 用法理当做我们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我们的目标明确 就是要替百姓设想 要替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得到政权 我们要不可以忘记 我们原来 心里面所想的 我们要替台湾人做什么事情 这点大家心里面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 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 来当做我们 当领导人的第一个要务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有的人 都要有改革任何问题的能力 就是说不求人 我们每个人要做领导者 不管你是議員 不管你是阁员 不管你是阁员 青年军 不管你是黑熊军团 你一定会碰到问题 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要不求人的 自己想办法 想方设法 你要自己解决 你必须有这个能力 而且一定要有 否则 否则你就不能当我们台湾民政府的领导人 第三件事情 各位领导人要有慈悲的心 各位领导人要有同情心 要有同理心 为百姓设想 这样子 所有的人才会有智慧 我们的品性优良 有公德心 有公德心 跟公益心 公德心 公益心 不是在表面 而是在人的背后 自己 要随时的提醒自己 什么事情 都要有公德心 现在台湾人这方面 很少很少的 公德心 公益心 品性要优良 所以这点呢 我在这个地方 要和我们所有的同心 大家共同免力 有时候我们在社会 看到一些事情 都不敢说 都想说 那不是我们的事情 各位 那就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要大胆的 要指出来 当然你要看情况 对方 如果回去的时候 你再歪去 你刚才 像那天的症结那样的 叫佛一堂 那不就是 你要看情况 但是这个情况 就是要先保护你自己 以安全的地位 然后再去插手 第四点 你要有判断的能力 什么叫做判断的能力 观察 思考 系统的分析 结构的分析 结构的分析 然后整理 最后解决 这就是 不管对了什么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判断的能力 第五点 我们要有宏观的智慧 我们要有宏观的观念 我们要有培养气质 我们现在的东西 我感觉最欠缺的 欠缺的就是气质 当然气质不是一天两天 你会被用出来 气质是你随时随地 自己注意 自己关心 这样在这里 让培养一个很好的气质 现在日本人 看到我们 都把我们抹路 是怎么 他说 我们都穿西装 看的都有气质 这用衣 来代表的我们 不是很漂亮的一面 所以我们这个衣服 是非常重要 但是你穿这个衣服 我必须跟各位说 你如果跟年古代 就跟着好色好色 不要跟着不跟着同样 只钓一个梳子在上面 这不对 我是说实在 对不对 你大家要注意 不是说那些形 你那些形 你随随便便 别人看 你是代表台湾民政府 我有一个很少的研究 不是研究啦 观察 高梯 不然我坐高梯回去 要坐家庭车 我上车 人马上跟你说 台湾民政府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你穿西装 我看到你这边有一个标志 我就知道是台湾民政府 我说你怎么都不清楚 因为我感觉 那家庭是俗俗俗的 台湾民政府的人 各个都讲的丝丝纹纹 各个都是穿着西装 各位 我们的形象 让我们自己建立起来 你不觉得很骄傲吗 是这种的 你在无形之中 对社会的一些影响 我们达成了 我们这种达成以后 还要继续达成 所以你如果有时间 你要买这种西装的时候 最少要买一套 全黑的 当然我没有标准 为什么我没有标准 穿着西装 那现在西装这套 黑色这套 全黑的 是我们的标准制服 我们永远都会穿着这个制服 不会改变 希望各位东心 大家共同来支持 过来呢 第六点 就是要跟我们国会 动心说 每一个人 都要有智囊团 以前军修 我给他規定说 你要有八位的俊务委员 其他的人 一样 你总要有朋友 朋友都是什么 你可以商量这个 商量那个 以前国会有很多人 都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现在为止 你要去做工 你还是一个 单身赴任 这种的 非常非常危险 我是希望各位 我们现在 大概还有七百 或者八百左右的 名额 应该介绍一些 少年 什么叫少年 比你的年纪少的人 我们希望 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再多一点 基本上全台湾六个州里面 我们这些年轻 青年军 大概有六百多到七百 我认为是不够的 我认为还要增加一倍 如果我们有 1400位的年轻人的时候 大时候 我们整个台湾民政府 的坚强的力量 就非常大 你们想小看我们台湾民政府 那一天 南军最深的 叫做陈学胜 来这里演讲 看到我们全部穿着西装 他跟我说 你们快执政了 我看到 我们有一个东西去 那个官岛 官岛的海关 把那个身份证拿到 造的那个钉子 这个是有效的证件 他说 你们快执政了 但是我是认为 在我们执政之前 我们本身的准备 一定要做好 我们不要匆匆忙忙 就去接那个政策 你政策接下去 你就不能够后悔 你不能再接下来 不能计划 政策接下去就一定要 所以各位 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真的是 世界历史以来 头一次以法理 来接掌政权的一个团体 我们没有用流一滴血 我们没有流一分的 没有用一点点的武力 没有用暴力 可是我们会接掌政权 你会问 中华民国肯吗 那个不是中华民国的问题 是美国肯不肯的问题 我们接掌政权 是向美国军事政府接政权 而美国军事政府 要向中华民国要回政权 然后交给我们 所以我们答应美国一件事情 和平稳定 无缝接轨 各位 我们好好的努力的 向这个目标来前进 好不好 第七点 我们要听百姓的需要 而且我们要听专家的意见 听百姓的需要 不是说百姓要什么 你就用什么 不是这样讲的 百姓他有时候 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而且是违反常理的 百姓的要求有时候是 为了他自己个人的 所以我们要听百姓的需要 以后 要听专家的意见 然后再来改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每一人一定要有智囊团 你没拖累 我也同样 我也没拖累 我一定 周围一定要有智囊团 再来 在八点 我们要有说服力 这是我刚刚讲的 每一人要有在体制内 运作的执行力 在体制内里面 运作的执行力 就是说说服力 我们在座国家 你想想 你今天在这里 马上要变成 台湾民主的议员 官员 你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 你是不是都没有介绍任何人 你如果没有这一套任何人 你会很危险 因为你去做官员的时候 你自己一个单身赴任 也许你会很快 就阵亡了 你那时候就是说法力很简单 其实看来说 最近 有一些人 少数人 少数人在说 我去日本一趟 我跟日本的工内厅谈了 那工内厅说要派人在台湾设办公室 这办公室要发给台湾人日本护照 竟然有人相信 还有一些人问 咦 秘书长这可不可能 我是听说 我都不要回答 我用一篇文章回答你好了 我就马上一篇文章叫做 日本皇室工内厅的事务 我说什么叫公内厅 组织 全部外头 外头 都把他塞到清清清清清清 公内厅的责任 没有再发护照 公内厅也不会在台湾设办公室 有人去骗他 有人说 南海加入南海 来过美国 可以拿到钱 30万就好 我不知道台湾人这么好走 尤其我们的成员 有很多人去购30万 推到不购钱 有什么 现在不过一句 第一信就没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 你自己说 台湾民主你欠钱 叫你来交 没人要交 当然我们也不要你交 所以我们也跟各位说过 我们对外是没有募款 你如果不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 我们不希望你募款 但是现在国支部里面 因为有很多的经费 他们需要 所以我要要求国支部 你以参议员 为了彼此的认识 一人拿一道菜来 大家来认识 大家来开港 因为大家和你支部的议员 你都没办法 那你是不用执政 隔園同样 一个人拿一道菜来 大家说购借 大家食材 要说话 但是我观察 有的人是在这里而已 不想说话 我还要叫你们购说话 所以最好 那些现状都不要白衣 美国人这点做比较好 美国人很爱 派对 他所谓的派对 要做什么 就是social 就是社交 这个社交里面是什么 叫我的名片 百对方 大家这方面很差 所以我问他 你如果要做议员的 你不要超过十个议员的 在这里走手 你自己看 超过十个没办法 你隔園 你隔園超过二十个走手 没有 那我们要做隔園 你没有办法的隔園 那你是怎么做 所以我说 从现在开始 八个月里面 你要常常到你们的 周办公室 你到周办公室 要办一些活动 那活动是 第一人买一项菜来 这个菜要做什么 就是 沟通的工具 你这个菜 每一个人 一个月一次就好 食材更多人 这样是不是大家有来有往 还有这个LINE 在那里面对谈 你就知道 有什么人叫什么名 因为LINE里面 我们整个人 都要先坐 用本名 因为我们的LINE Group 没有让别人加入 团长要注意 你这个LINE Group 是一百零八个 但是现在变成一百零九个 这样一定有一个隔園 要把它插出来 用那个隔園把它踢出去 这就是我们的LINE Group 要用的 这LINE Group 用这个LINE来教育各位 你要得到很多很多的尝试 我相信用这个LINE 来做我们的教育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各位 可以做好的官员 可以做好的议员 可以做好的黑雄军团 可以做好的执政团队 所以大家要记得 不要互相攻击来攻击去 2千20万的公务人员的位置 我们这四千四百野 很简单啊 你做不完啦 你不用说 什么人比较厉害 没有啦 都不比较厉害 都同样 最重要的就是你 要把它你的能力 發揮出来 你听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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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инструмент 哪 要有 传承的心 要 提拔 后进 比如要提拌 后面的人 比你年輕人 要提拔 需要提拔 提拔有靈略人出來替社會賀物 是功德一見 你有時候你會覺得說我的靈略不夠 你如果靈略不夠不一定要佔大尾 你的為愛女兒別人沒關係 但是每一個人要有這種心跟百黨 你如果沒有這種心沒有這種百黨 坦白說要求他 你有這種心 這樣的時候你來當臺灣民政府的官員 我們才會成功 我們才會有前途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這個政調 所以在第九點告訴大家 最好一點就是實踐 要怎麼實踐 我們所謂的理想 我們所謂的理想就是要扣實踐 有很多人 我們中央有一個命令說叫你做什麼 大家都想說媽媽 夫婦 清清菜菜 在做國語就是差不多 除了那個高級班的人來凶 其他的人是怎樣 本來就叫你來凶 你也不來凶 就一定要凶到最後一百年才要來凶 這個都不對 你既然相信臺灣民政府 你既然相信這個法理 你就要堅守這個信心 從頭到尾堅持下去 好 發給大家 我現在要給大家 所有的植物 那個葵 你們在那邊看 你們今天晚上自己看 我跟你說 如果我們的職前訓練 你們現在坐的位置 在這三天裡面 我希望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 都坐在你的位置上面 做什麼 看一下 只有三天你認真看著而已 你回家的不看著 我知道了 不要騙我 這三天坐在這個位置上 確確實實實實實實在在 努力的從頭到尾 把他看書看好 尤其議員要看那個意識法 比較小聲 比較大聲 那如果說那麼大聲 我就讓你去跟我說 所以你要記住 各位你要記住 你這三天 我會觀察你的行動 我沒有希望說 你這三天都在外面坐 你就要在這裡坐 要看著 利用三天認真看著 然後就要做你一世 一輩子的基礎 所以你更應該好好的珍惜才對 所以我說一個領導人的 第十點就是實踐 我們一定要按照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指導 台灣民政府的指示 我們好好的完成 上面交給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我現在開始 要向我們國際報告 9月13號到26號 我們的行程 你可以記下來 9月13號 我們第一批的美國人會到 9月14號是第二批的美國人會到 9月15號的下午兩點 是我們的幹部跟我們這些美國人 美國的司法院的人交談的時間 9月16號是我們青年軍跟我們這些美國朋友 美國軍美國的司法部的人談話的時間 9月17號下午6點半 我們要5點半開始進場 6點鐘開始我們的管弦衛隊會開始演奏 我們真正的開始是晚上的7點40分左右開始 然後呢7點40分會講到大概8點40到8點45 然後就會結束 但結束的時候請各位不要動 我們應該禮讓這些貴賓先離席以後 我們再離開 該坐遊覽車的坐遊覽車 聽從指揮 然後9月18號是台中州 所有的過五關的成員 要跟我們美國的這些朋友見面的時間 下午下午兩點鐘 下午兩點鐘在台中州的州辦公室 9月19號上午10點到12點 是台南州的過五關的所有的學員 跟美國司法部見面的時刻 下午下午我們有一個座談會 對那是一些商業界要跟我們這些朋友見面的時間 19號的晚上7點到9點是高雄州過五關的所有的學員 跟我們美國司法部的人見面的時間 20號下午1點鐘 我們在道明高中 明到高中 道明高中 1點鐘開始音樂演奏 2點鐘開始進行演講 到3點10分或者3點20 然後也是一樣 所有的成員暫時不要動 讓這個外國人先離開現場 因為他要趕到豪原機場 因為當天的傍晚他要離開 尤其是司法部的他要去南非 跟南非總統還有南非的大法官見面 另外呢要飛到 有一個要飛到日本去 然後20號那一天的晚上 我們控告美國的律師Charles Cam到台灣 21號下午2點鐘 在桃園飯店舉行演講 所有的新竹州 台北州的 還有宜蘭州的 可以來參加 然後22號 在台中的全國飯店 台中州 還有周圍比較近的童星也可以來參加 23號在高雄 在台南的長榮桂冠的飯店 也有演講 那是在23號的下午2點 24號他在到高雄 跟高雄州碰了面以後 就離開 然後回到桃園25號離境 回去台北 回去美國 這是這一次的行程 我們大 大底上已經定了 來我問我們各位 來頭抬起來 你自己英文講得還不錯 有想跟美國 在那種私底下對談的請你舉手 沒關係你英文還不錯 好來請站起來 那你請 請那邊登記一下 去幫他登記一下 你是對市集的 台中州吧 加州啊 OK 你那邊可以登記 那電話號碼要留下來 還有沒有任何在15號跟16號 想跟美國對談的 我跟你說 AIT 都要派人 來跟他對談 當然我們也找了很多 我們自己的 會講英文的 跟他一起對談 你沒有對談 沒有表示說什麼 對談也沒有表示什麼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個團隊 我們的團隊 要有嗎 有人要跟他對談的嗎 有沒有人想要跟他對談的 你要 好來登記吧 你哪一個州 新竹都好 那個把你的電話 姓名交給那個台生 還有沒有 你要跟他對談 不用花錢 沒有 好 英文不太好 英文不太好 好啊勉強啊 來去登記 蛤 不是你不要看那個 看看那種心情是不要 他又不是動物你要看什麼 拜託你不要看 那演講的時候就看到 你不要用那個好奇的心啊 這真的要對談才有意思啦 欸 你要對談 也不要問一些250的問題 台灣什麼時候可以見過 那時候我告訴你 啊美國為什麼這麼壞 對台灣人問這麼壞 那都多餘的啦 一切按照法理 一切按照法理 法理的問題你才提問 不然你不要亂講 你不要害死大家 就是我們教的是這個東西咧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再說一次 我們 明天的課程比較嚴肅 這一次來 我們要經過三次的考試 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要破除外面 說我們喔 我們是不許的無數 來上課 一拜兩次就能去做官 其實不是 你會記得 對 老伯娘要這樣跟你說 你要這樣怎麼說 我們是經過五關 我們有過五關 要再經過科技 這邊 那個炸彈的事情 我們那個 花蓮的禁手 回答得非常好 你有看到新聞嗎 有看他走 這樣而已 我們自己的官網也有那個新聞啊 爆裂物啊 有沒有 當我們的 那個媒體 在問我們的禁手 因為 這整個大態是這樣 有一個大概有一點智能上 不是智能不好啦 他講話 動作比較慢啦 他就 拿他的新聞證 資料 兩手跟孫悔 交給我們的禁手 我就是要加入台灣民政府 警察來 他也這樣說 他跟警察說 我就是要加入他們 警察說 來 給你看看 案件爆裂物了 這是今天上午 花蓮的台灣民政府辦公室 工作人員一大早發現門口 怎麼有一個怪怪的黑色箱子 上面還貼了好幾張封條 大家很擔心有問題 趕緊報警 那麼首先這裡頭只放了一個 黑色的遙控器 警方大陣仗封路 一旁店面還圍起封鎖線 刑事局出動防暴小組 因為花蓮台灣民政府的辦公室 疑似被人放置爆裂物 一旁住戶說的很酸 台灣民政府對外說有自己的身份證 又有自己的國家 怎麼出事情 確實找台灣警察來 所信防暴小組 透過電腦判讀 發現黑色箱子裡 只裝了一個鐵捲門的遙控器 拿著長桿把黑箱 放入防暴桶內 拖了將近一個小時 才解除狀況 這小桿工具是在這個黑鼻箱裡面 是有什麼用途 那郵件是有這個防暴小組 先帶回去 跟我們監視單位 再做一步進一步的禁定 已經掌握他的身份 我們現在已經派專員 去把他帶回來 大概是原住民 那很兇 大清早六點多 一名四十多歲的男子 把箱子放在地上 還留有蓋著手印的三道封條 警方將從這留下來的手印 繼續追查男子身份 逮捕歸案 記者和猛俏歡迎報導 來 你都沒有在關心時事 這個說得不錯 尤其那個蘋果日報顯得很棒 他把那個整個形容 他有一點百分之七十的頭腦 有一些 有一點問題的 跟那個記者說 我就是要加人了 但是警察跟他說 加入他們要錢 你也沒有錢 他說我沒有錢 他說我加入警察跟他說 你要申請身份證要一千塊錢 他說我沒有一千塊錢 可是我接受他們要錢的事情 然後 問記者問那個賴以黎先生 俊手 因為你們那個賴以黎跟他說 加入台灣民政府不用交錢 可是那個一千塊錢 是因為我們必須把你的所有的資料 送去美國製作 所以我們要那個錢 要那個工本費 回答得非常好 至於那個人說 他沒有一千塊 還要加一欄 這樣可以嗎 因為他回答得很好 他說我會報請我們的中央做決定 看怎麼來處理 不過到今天我沒有聽到他報給我說 要怎麼處理 不過他如果佈法處理 我可能會給他回答這樣 我說這樣 拿這堂費給他做 給他打工 給他賺一千塊的時候 要再頒 我可能會這樣回答 因為美國有一個規定 你要辦身份證 一定要自己的錢 要合乎三個條件 自願 自願跟合法 三個條件 再來放一個鞭片給你看 一個中國政策 多大學 很多人 很多學生 都不講一道 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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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计划计划 都很疯了关于中国的关系 有些人准备的知识这件事 都很厉害在说有两个中国的关系 我们是适当的问候 为什么美国总统的关系 确实在说有只有一个中国的关系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ed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eung v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 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one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two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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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four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five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 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U.S. and V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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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臺灣民政府最有利的證據 美國在幫我們 所以我們在外面 有時候跟人家說這樣 有嘴不爛 不知道要怎樣 都不用說什麼 這個鴨皮 靠給他 給他看 就可以了 再放一次一個中國政策 認真看 裡面所有的每一點 都是眉眉角角 都是重點 拜託大家一定要注意 再來一次 我們要問一下 我們要問一下 中國政策 中國政策 2014年 April 21,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ed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th,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eg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 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eung v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One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Two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ree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Four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five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The end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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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我这里 你们今天都有收到一张团 这张团中央和州政府和郡政府 来的职位 职称你们给你看 第一 第四的外务省你不能挑 因为以后没有这个外务省 六州的州长你也不能挑 高沙事务委员会也不能挑 国安参谋联席会国安厅黑熊部队 你不能挑 这是黑熊的部分 其他的你都可以挑 明天中午吃过饭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来登记 明天中午吃过饭我就打算 我就假设说你三个考试通通都及格 你就可以开始去登记 记住 你这个登记 如果你以前有登记 你的前因跟后果 你如果没有了解你不要黑白问 会被人家笑 点点就好 听就好 这拜托各位 我们主要是要让他来讲 他所讲的我们要听听看他到底怎么讲 至于怎么讲 等到有时间的话 我会再把这个事件 我所知道的内容 让我们各位来分享 另外就是今天晚上你在这里看书 不可以超过晚上12点 然后你进到你的寝室 从你进寝室的那一刻中开始 嘴巴闭起来 你不要去打扰到别人 你上厕所生意要轻一点 有的人很脱落 便室的问 躺得没什么好事 气气冠冠 人在睡就会吵起来 团体生活要注意 不要影响别人 这样做得到吗 这样做得到吗 所以班长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谁讲要把那个号码登记下来 一次扣30分 就不用扣了 尽寝室一定要嘴巴闭起来 这样好吗 好 谢谢各位